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前门东大街 背后就是正阳门 这里是地铁前门站 它的背后就是正阳门建楼 这里是正阳门的建楼 现在在重新修缮当中 它的外墙已经被包裹起来了 预计要到今年年底才能修缮完成 正阳门跟建楼之间过去是一个问城 民国时期为了交通方便 把问城的围墙给拆除了 现在这条大道叫前门东大街 这里是正阳门的建楼 北京人称它为前门楼子 就是指这个建楼 建楼已经有六百年的历史了 2020年10月开始对它进行保护性的修缮 这里停满了观光车 这里停满了观光车 我现在到前门大街去 再去走走大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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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驾 古关上海 天安门中 古关上街 天安门中 天安门中 人民大会 和庆民水关 现主委 整个月 8.7公里 运行时间一月30分钟 考价30元 朝安街夜景观光头 这里停了很多旅游大坝 但客人不是很多 前面就是前门大街 前面就是前门大街 对 那是前门大街 对 背靠着正阳门建楼 前门大街 背靠着正阳门建楼 湿 湿 ation 湿 湿 这里有两辆小火车 前门一号 前门二号 台路上写着镇阳桥 这个小火车就像上海的游轨电车 它上面写着单程票价五十元 蛮贵的 台路上写着镇阳桥 全本包子铺 到乡村 布营栽 冰糖葫芦 老北京味道 炸家面馆 前门是北京的繁华的商业街 七年前我来过这里 这是慈禧老佛爷 试鞋子 这个档档车来了 南京路步行街上也有这个车 但没有轨道 小翅膀 小翅膀 一条龙饭霜 带村林 买胭脂的 金扇子 网红打卡地 坐那个小火车 这是微缩北京 这里就是全聚德 全门大街三十号 现在据说全聚德的考验 特别贵 生意也不露从前了 全聚德起源店 这是全聚德最早的一家店 这是全聚德最早的一家店 这里是东来串饭庄 中华老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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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的音乐 这里也是北京的老子号 独一处 创始于1738年 全门大街38号 独一处 独一处据说是乾隆提的名 并提了字 这里就是大沙烂了 我等会进去 现在全门大街上逛一逛 这里是鲜鱼口 老子号美食街 这里是鲜鱼口 老子号美食街 全门大街 全门大街这一段开始有卖服装的商店 厌宫 清风包子铺 吃包子了 再下去就有点冷清了 我还是先到鲜鱼口 美食街去看看 这里是鲜鱼口 老子号美食街 有人拍婚事 用的时候 这个爱民旅人做 English 因为本学家 还想起来 你 Waterhouse 参加 老子 Suff � Marine 家 笑 t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这里的餐厅都差不多 我在北京这两天也没找到自己喜欢吃的餐厅 北方菜系跟南方菜系差异也是挺大的 就这一段比较热闹 我就不再下去了 前门美食精品节 北京的美食除了炸酱面就是 爆肚 烤鸭 炒干 这也是敬畏的特色 反正的对敬畏的季陀 烤鸭 烤鸭 窦 鲜鱼口对面就是大沙烂 上面的鲜鱼都是�扭的 rt 牧师 垂塘棒 这里是瑞富祥的园子 是做巢符的 这家店始于同志元年 1862年 这里是不营栽 也是做鞋子的 这里是德云社 德云社的一个厂子 三千元 大山南第一百货商场 对面是同仁堂 同仁堂这家店也是非常气派 百年老店 大山南第一百货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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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山南一百货商场 大山南 大山山的四十万货商场 大山南一百货商场 这里是内联森 做鞋子的 百年老店内联森 内联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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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壁是大关楼 西园子茶园 这里有个铜像 叫中国电影之父 任清探 在1905年拍摄了第一部电影 定军三 并在大关楼首映 也是中国电影诞生的标志 这里是中国电影的单身地 这大关楼三个大字 是著名书法家齐公的体制 大关楼对面是广德楼 也是个戏园子 现在德云社住了他的场地 德云社现在的人气非常旺 广德楼 广德楼戏园建于嘉庆元年1796年 现在德云社的名气要高过广德楼了 这个广德楼三个大字也是起功的体制 大山南就出去了 这里就是梅市街 这一张鼓声 我来到了大萨兰第一个通道 这里有一家百年老店 叫六BG 做酱菜的 这里是六BG的博物馆 现在做餐饮了 这里是原生号 中国第一瓶二锅头酒 单身地 粮食电街40号 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 在这里 去 observ会 我们下次见 什么